你好 呵呵 那個你那個按一下 那剛剛很多人講說你什麼 老記福利啊齁 事實上我認識你多年齁 那我覺得齁 在所有的這個官員裡面齁 你體力算是非常好 而且精神飽滿齁 可以說是 一年365天啊 大概全年無休啊 那有人用老來當藉口 我不以為難啊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運動的習慣 運動的習慣 福利行程可不可以做100下啊 我 還是可以每天走路走 走多久 我每天早上在大安公園 快步走70分鐘 70分鐘啊 所以我看你的體力也不輸 年輕小夥子啊 對不對 而且你這個 各方面都是知識升高啊 各方面不是啊 保養啊以及生活上面啊 好像也都很規律啊 所以你剛剛講說 72歲明年的2月份 這個任期快到了嘛 那請問一下 美國那個前主席 年準委會主席 葛林斯潘啊 他做到幾歲才退休 他年紀是大一點 大概多大 確實的年紀我記不得了 年紀是大一點 八十歲還是幾歲啊 所以你還年輕啊 人生七十才開始 所以啊你剛剛一講說什麼 你這個職務是你什麼 最後一項公職齁 大家聽了有點依依不捨 可是最後一項公職 即便現在你下一次再做一任的話 下一次是幾年 一任是幾年 五年 五年你下一任 也是你的最後一項公職啊 所以解讀上應該是 這次做完 下一次再做五年 也是最後一項公職啊 這不抵觸啊 我們國家人才季季 我們國家人才季季 好好我跟你講 現在不是講說是安心內閣 現在都雞飛牛跳了 算一算 只有金融這一塊 算起來是相對的穩定啊 而且你已經拿了幾A了 拿個八個A咧 這個跟林書豪也不遑相讓啊 而且你也是台灣之光啊 所以總裁拜託 繼續再做下去啊 好不好 因為你看 現在兩岸的關係也好 金融的問題啊 我覺得喔 你還是比較可以 穩定啊 安定人心啊 你看你過去已經這個 風風雨雨走過多少了 台灣這個 安然度過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所以總裁拜託一下 繼續做下去 好不好 因為 我們是不是這個回到 貨幣政策來討論 對對對 貨幣政策講喔 講很多啦 但是最重要 人喔 凡事啊 人對了 全對人啊 事情做的就順了 就對了 好 所以我還是請 那個總裁啊 這個 韓年輕啊 繼續為國來努力 為國打拼啊 我現在請教一下就是喔 現在國內有很多的企業 現在準備到香港去發 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啊 那 包括像什麼中租啊 還有很多很多家公司啊 也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啦 統一啊等等 那 到香港去發 人民幣債券 這個點心債啊 金管會的部分已經鬆綁了 可是他問題他說喔 問題就要等央行點頭啊 那請問這個央行到底 答不答應啊 讓企業可以在香港發行 這個 人民幣計價的這個 債券 那他的成本也比較低 有利於企業 不斷的這個發展推動 那央行的 立場是怎麼樣 非常感謝 羅委員給我這個機會說明 事實上 中央陽陽對這個問題很關心 我們在去年的 十一月二十八號 我們就主動由周阿町副總裁 召集入委會跟金管會的 鄭齊齊討論這個問題 中央陽主動討論這個問題 到了今年的三月四 鄭齊齊 邀請相關單位來討論 那我的了解 開會的通知告訴我 他還沒有做成定論 原則上 中央陽尊重主管機關的意見 但是我要向各位報告 台幣的公司債的利率五年期 只有多少 1.42 你在香港發行典型債券利率多少 2.14 你還要承擔非禮的風神 為什麼我們的企業 不發行典貸幣公司債呢 為什麼 這就是我想要請教的 對啊 因為在台灣發債不好發啊 那香港 香港的資金匯集的地方啊 很容易籌措啊 香港的資金 全世界都經濟到那邊 所以他很容易打成 台灣資金也有相當的充益 對不對 我們的利率又比香港的典型再低 那你發現新台幣的債券 你又沒有費力的風神 為什麼不在台灣發呢 我也在 總來是不是因為 那個方便性的原因啊 他台灣已經發了啊 他在香港繼續發的話 他資金更充裕可以來使用啊 而且是以人民幣計價 在人民幣計價他有費力風神 台灣沒有以人民幣計價的這個項目啊 但是他有費力風神 啊利率又高於台幣 你看台幣 我想總來 他企業已經有他的考量 以及這個大陸的一個佈局啊 也許他現在發第一步啊 後面還有九十九步啊 他可以擴大他的市場 擴大他的規模 而且 香港啊 這個發行的話 任的人也許比較多啦 還有一些企業的這個交互啊 合同連橫的關係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啊 主管機關已經答應了 請問 總裁啊 央行立場 答不答應這些本國的協道 香港去發行點心債 包括羅委員 剛才我講過啦 對這個問題 中央陽很關心 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號 主動召集開會 在三月初 今晚會召集開會 沒有定位 但是中央陽對這個問題 我們尊重主管機關的意見 所以央行不反對了 對 但是不是報紙所說的 就等中央陽點頭 沒有這回事 好那就澄清一下 央行已經點頭了 沒有這回事 沒有報紙寫說的這回事 相對的 央行沒有意見嘛 尊重主管機關 所以這個權責由主管機關來負責 對不對 對 好謝謝 那另外請教一下喔 現在那個520塊到了 我們發行那個 黃金的紀念幣啊 在08年的時候 央行買了很多的黃金 請問那時候買入的價格是多少 一兩是多少錢 八百塊的美金 八百塊的 一兩八百塊的美金 一盎司 恭喜啊 現在一盎司多少錢 一千六一千七 一千六 哇這樣漲一倍了耶 那央行你這一筆大概賺了多少錢 但是 我會 假如我在三千把它買回來 就沒有賺了 因為我用了一些黃金 那我假如再補回來 就沒有賺了嘛 那 那個總裁想說再補回來 那心態上是表示說 未來我們外匯成底的部分 黃金的部會會持續的增加 再多買一些 不是因為只有四萬多英糧嘛 對不對 那四萬多英糧 也二十億啊 也不少 我只要把它補回來 這個黃金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在兩千年八年買的 買了六百多公斤進來 在兩千年八年 買多少 八百塊 六百多公斤 只用了一半 總裁那時候 請問你對那個黃金喔 未來會不會持續看好 因為現在那個油價 已經漲到一百三十五塊了 不過跟委員報告 一桶一百三十五塊 未來啊 很有可能破 一桶一百五十塊美金啦 那是不是相對的喔 要不要增持黃金 跟委員報告啦 這 黃金 市值除以外衛全體的比重啊 台灣在亞洲鄰近的國家算是高的 我們佔幾個Percent 我們有 五點 五點多Percent 五點多Percent 台灣五點五五齁 五點五 我看歐洲 南韓之後零點九二 對那南韓是比較小的啦 比較大的齁 像那個歐洲有很多的國家 也一直在持續增加 日本好了 不是那些國家因為外存體很少啊 分母小啊 那日本呢 日本大概黃金的比重 這樣外會存體 日本是三點一七 三點一七喔 大陸是一點六八 一點六八 那跟委員報告 那有沒有高於五趴的 跟委員報告了 有沒有高於五趴的 比重百分 還是有嗎 黃金齁 它不像債券 它本身不會產生報酬力 黃金你會賺錢就是等它價格上漲 是 它價格不漲的話 總裁我請教一下 你那個齁 紀念幣一個要賣多少錢 那要根據發行的前幾天的市價來定價 假設以今天的這個價格來 你一個要賣多少錢 那今天就用今天的黃金價格去算 那一個大概是多少錢 那賣的話 就公開來 會比兩千八年貴 一定貴 一定貴 貴一倍以上 嗯 我希望說對黃金的部分 還是可以考量一下 因為本席曾經在立法院這裡 有公開建議 那時候希望說你能多買一點 如果比率可以到百分之十 你放到現在的話 瞎瞎叫 對不對 那因為那個是 跌下來的話 跌下來 所以八百塊那時候比較不會跌 現在已經漲上去了 不過這個過就過 現在面對的是像那個 歐債的問題 歐元疲弱 美元國力衰退 那外衛存體會不會調整 要不要多買一點日幣 我看日幣好像強強棍 歐債的問題 歐債的問題大概在短期間 是得到一些喘息的機會 因為他已經達成了一個減債的措施 他可以減掉百分之五十三點五 那麼大概在一兩年裡面 希臘大概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歐債的問題已經過了是不是 在你剛剛的回答裡 他短期得到喘息的機會 比較喘息了齁 那美國會不會繼續在印那個QE3 繼續在印貨幣 我看到美國道瓊指數齁 他已經佔為一千 一萬三千多點齁 那相對的齁 你會不會看好台灣股市未來的走向 你以前官員喊過啊 股市萬點兩萬點不是夢啊 是不是逐步會 踏實來實現 這個美國大概就是 但是在根據報導他可能 所謂QE3 他可能就是一個 他是買長期債券 那麼放置短期租金出去 再用reverse repo把這個錢收回來 那麼他在FOMC的新聞稿裡面已經決定了在 2014年之前 那麼他大概利率會維持一個很低的水準 就是隔差的利率大概0到0.25的水準 這是美國FOMC裡面對外的公開 所以總裁對未來的經濟前景一片看好 大概今年就是 還是穩定中求成長 對 今年大概有兩個外生辨識的影響 一個是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中國大陸經濟去年是target是8% 實際達到9.2 那麼今年他把target降到7.5 那實際會多少 那我們主計是用8.1來估計 那根據以前9.2跟8也差了1.2 今年7.5假如再差到1.2他有8點多啊 所以他實際的經濟成長率是多少 所以還好啦 這是油價的問題 因為油價漲價的話 就是我們被OPEC課稅嘛 就是我們的可支配所得減少 我們可支配所得減少 我們消費就會減少 所以油價上漲呢 對非石油輸出國家 是等於是一種課來一種稅 比課來一種稅一樣 好 謝謝總裁 這個未來景氣一片看好 希望你繼續做啦 我們期待明年後年啊